你先去幫你談戀愛的話 先去幫你 他應該是會 因為他有敬愛令 他原本是說 他說我可以結婚的年紀 大概是到40歲了啦 他是這樣子講 我會求他 我會求他 你拜託 憲哥讓我結婚 他應該是會 對 因為他有敬愛令 對就是 他原本是說 如果我真的就是 他說我可以結婚的年紀 大概是到40歲了啦 可以講嗎 我們要講啦 好了 真的喔 好了 所以他真的如果可以告白 你覺得很 我會 很 對 但是可能 就是真的要在一起的話 也會害怕 對 不要想那麼遠好了 他知道 你欣賞他嗎 他知道 他知道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上有遇過 然後 然後 我是那種 呃 面對真的很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反而會比較不敢 講話 然後 就是會有很多害羞的 表現 我覺得這種事情真的是 急的 就是雖然 哪怕我心裡會一直想說 什麼時候才會有 我什麼時候要去選歌 什麼時候公司什麼時候開始動作 這樣一定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也曾經有 就是閃過一個念頭 就是要不要去跟憲哥談解約這件事情 因為 呃 沒有收入這件事情 就是 我 吃不飽 就是 我沒有辦法生活 對 然後 媽媽還要養妹妹 所以他不可能再 一直來幫助我 而且我已經很 我已經很大了 就是我 我已經是成年人了 我應該有為自己負責 我就有 有去曾經就是有想過說 還是我來去跟憲哥好好講一下 然後說 就是家裡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這樣子 然後去談解約這樣 但是就是 心裡想而已啦 也不敢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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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